拿植物为例 种子放在这里边 是阴 那这个人阴 他不具备 不具备他成长的条件 他不会出现反应 他会停在那里 使他成长的条件 条件 这些条件是什么 是圆 因缘 果 一粒种子 再合适的温度 湿度 阳光空气水 诸多元素 诸多条件的 作用下 符合了种子成长 发育的条件 种子开始 发芽 生根 开花 结果完成了 它的一个地层 结果就是我们 现在得到的果实 所以说 一粒种子 它不会 最独立的成长 必须在因缘 合合的条件下 才会产生下 才会产生下一个结果 我们现在 很多时候 都把条件 把缘 看成是因了 他打我 他骂我 我得病了 他打我 骂我是因 我得病是果 对不对 粗面理解 对 事实上理解 有偏差 正确的说法是 我有爱生气的毛病 脾气 病性 他来打我 骂我 我这些脾气 病性 发作了 我就生气了 然后把自己 弃病了 才出现 这么个结果 外界死的一切 权位条件 只有你内心的变化 才是因因果果的事情 明白了吗 是这么一个概念 因为他打你骂你 看你是一个什么样人 你真的是一个 包容天下的人 非常无私的人 充满爱心的人 你不但不会生气 你还会去帮助他 为啥能帮他 因为你能包容他 还想救他 这不是慈悲的精神吗 打你骂的人有错误 他有病 你作为一个伟大的人 你是不是想着要去救他 哪顾得上自己生气呀 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原因就在这里边 说一说 外界都是条件 说一说 这个世界上 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是因缘合和的结果 就是这两种力量 一个是你自己的力量 加上外力 二力合一 发生一个结果 如果 这个二力 缺乏一个 没有因不会出结果 没有条件 也不会得到结果 他们两个缺一不可 那这些条件怎么来的 是被你赶紧的 是被你赶着来的 是你今生 的思想 今生释放出去的信息 赶着 赶着而来 缘分都是被你赶着来的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会赶着什么样的人 呈现在你面前 他们全是缘 你是个爱生气的人 你就会感到一个爱生气的人 到你前来 惹你生气 跟你生气 和你生气 你就被气了 就得结果了 你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非常柔和平和的人 一直是这个状态 所以说 你赶着来的人 你周围的人 大半都是这个样子 他也是很宽容 很大度 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所以说 心好修好今生 就等于修好了 累世以来的一切 就在这里 今生就在那老师 在那坐着 能不能修出来 难 极难 修出来是罕见的 不能说没有 任何事都不是绝对的 因为没人刺激你 很多的时候 你发现不了自己的问题 我们学习之后 为什么咱要感恩感谢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因为他不刺激咱们 咱还觉得咱也不错了呢 一次性原型就毕露 内心深入的东西 就膨胀出来了 出来了不怕 总比藏着好 其实出来了 我们能解决 所以说 要感恩那些 伤害我们的人 因为咱们 因为咱们就是在他们 刺激之下成长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即将会是什么词